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么我们问庞老师行翼拳的一些技术特点 行翼拳为什么非得占会员装 这个行翼拳的从这个会员装三体式到五行拳的披风钻码盒 它是一个系列的就是一个训练体系 一般那个刚开始你没练的时候呢 你肯定要把气沉烟气 要把身上的这个类似于这个捧劲得练到身上 所以咱这个会员装的时候其实就是练这个松平的捧劲 你这个所有的装弓你看你站好 你站好所有的这个劲你看 上下左右的这个劲得摁得和弹簧似的 得能把人家搭住这个手 所以说这个会员装就刚开始咱就练成这种 你看你往下搭 能吃住对方是吧 然后你看两个手的时候 一吃对方要一干什么的时候 一吃一发 对吧 一吃就一 明白明白 所以说这个 一调起来 平时这个框架结构 你看这个站桩的时候 到积极桩 就一变这个框架结构就出来了 对方一搭 一搭 一变方向 一输 一输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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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这一下呢 正好是你使的劲越大 对 我一松 你的方向一改变 我接着就进去了 哎 就用胳膊肿就冲出去了 明白 所以他这个装的话 其实是这个东西极大的成都开发人的极限 他还不刚刚是这个 哎 其实哎 就是哎 养生很重要 只要你松一点就是养生的 嗯 松一点站就是养生的 明白 但是你要积极桩 你稍微一念重一点 明白 这个针对性强一点 明白 那你就出来这些动作 明白 关键就是吃住人 积极桩的哎 目的 就是我能吃住对方的就是 就赶紧把人挂上去那块钱 过去这个老前辈 好多真是能挂 很重要的人都挂过 嗯 嗯 对对对 这个是应该有 加微信 实用行义的PE 进入我的学员群